《扶貧智庫》在201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Hello 大家好 愛愛我的家 我是Annie 奇梅娟 今天又在跟大家見面 我今天很開心 請了兩位嘉賓上來 第一位Francis 我想大家見過了 上一次就講一下放榜 大家的同學有什麼需要知道 今天我特意請了Francis的父親陳先生 今天上來和我們做節目 為什麼我們要請陳先生來呢 因為近期實在有太多放榜 有A級放榜 昨天又剛剛中學派位又放榜 我又想聽一下爸爸的心聲是怎樣 兒子的回應又是怎樣 所以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下這一方面 親子關係千萬不要因為放榜而受影響 好了 陳先生 我知道你都很緊張Francis 當日Francis A級放榜的時候 你有什麼心情和我們分享一下 其實沒什麼特別的 身為家長 最主要是表現到愛子女 每個家長都這樣做 當然 接下來放榜或放榜 當然有些恭喜 有些同學做得好 有些可能是差一點的 不用擔心 家長怎樣幫她呢 就是我們今天特意來講的 在我的例子來說 家長第一件事就是愛子女 幫她們都要加一些愛心的 好了 放榜 現在我不要說了 放榜或是未收好的 那就非常恭喜 家長一定要請你吃飯 慶祝一下 但其實在香港的教育制度 少不免有很多學生差一點 或者因為會考 用了幾個小時去考試 要去表現學生的成績 以及能否進入大學 其實我覺得有些是很難控制的 所以你兩年是努力只有六個小時 是 一個事 是 三個小時有六個小時 家長呢 當然家長可能不太明白 有時會責怪或是給一些面色的子女看 我就不太同意 那我怎樣做呢 我自己的做法就是 首先了解自己的子女的能力 興趣 平時是怎樣溫習 我的大方向就是 如果子女真的有用功的話 考得好不好呢 是次要 又不代表是不理他 好了 如果我們覺得子女是有用功的 我們要鼓勵他 好了 考了這個技術可能差一點 不要怪他 因為香港的教育制度 一向都是尖指的 舉個例子 譬如說 今次會考 Advanced Level有四萬多五萬人 能夠進入大學 那個calling的 萬八 但是大學位 政府資助得到的 是 辦鬆一點 在那些萬八 有八千人都要很旁忙 是 還有一些可能還差少少 一科半科不合格的那些 那怎樣搞呢 其實家長如果了解到 不要責怪他 反而後期幫他 那就更好 但是其實幫他很多渠道 因為其實不資助 資助學位 以外還有更好 包括副學士 或者政府不資助學位 有很多渠道 我覺得如果家長能夠 在這方面幫助他 子女可以重新上路 再奮鬥 就不會是一次考試的成績 而令到他 即是跌下來 不能夠再上 我覺得家長是用這個方法 是 現在Francis 我又想問一下 我知道 上一次你 在我的節目說 你選擇了副學士 當日你選副學士 那時候你自己決定 還是回去跟爸爸商量 還是你得到多少支持 我想聽聽你說 其實考完AFL 甚至未考AFL 之前 我們都很初步地有一個想法 就是萬一不能入大學 未如理想 因為都想我繼續升學 這個是共識 所以就選副學士 因為副學士是適合升學 我之前也提過 到方方前一個星期 我就比較過幾間學院不同的副學士 考慮過哪間學院的頒法 銜接的機會 甚至講學院的名氣 最後我就選擇了我本身正在讀的 一個合作者 但我知道副學士在坊間 都備受很多批評 例如性格很困難 競爭很激烈 當時你跟爸爸商量的時候 其實你們得出的商量出來的結果 是怎樣 中間有沒有爭執 其實沒有 因為我們很快便有共識 因為如果你AFL 不行 即是沒有機會 你讀副學士 機會渺望 但還是有機會 那就唯有向這個機會 向這個目標邁進 陳先生呢 你怎樣相信他呢 當然 如果是家長的話 首先 其實這麼多年來 家長 雖然忙於搵食 都要抽少時間 去評估一下 或者鼓勵一下子女 我就有做這件事 所以我心中有數 沒有 如果他考得好的 是 拍手掌 很難說的 考試的樣子就是 因為太多外來因素 可能當時狀態 提目還不中 對嗎 對 學校教的導師 可能就 教的方向欠少少 是 今次考的題目 是一些 很多人都會捉不到的 不妨 結果不好的話 打算不好的話 如何方向呢 我自己之前 在他未放學前 一個星期 已經包括我太太 都跟他研究過 畫過一些路線 做事又可以 也有任務 海外讀書 王貴 也讀副學士 副學士很多 首先要選擇哪間 又要看他的認受性 怎樣 明個班 行接怎樣 最後兩年前 就跟Francis 經過這一間 幸好 那間大學的副學士 又收他 又讀完 在讀的期間 未讀之前 我們都是很鼓勵他 保護著他 既然我們保護他 和知道他的方向好 我們基本上 家長就可以放心 陳先生 我想問一下 有這麼多渠道 因為上次Francis 跟我們說了 如果要升學 其實有很多渠道 不止副學士 但為何會選擇副學士呢 因為我們大概都知道 他是想繼續去 正升大學 譬如舉個例子 假設高級文章 比較做事主向 這個是職業道向 他反映給我 不是很想做事主向 因為擔心自己 都不夠 不夠競爭力 所以都是想讀書 既然讀書的話 就有一間真正正正的副學士讀書 當中有很多社團 以我查到的資料 去界二萬至三萬個副學士 二萬個讀 但是其實最精英那些 當然是好些 認受性高些 Francis 我們就提議他讀書 他又同意 又能力又得 那就讀書 這個目標 當然他讀書 要向這個目標去 還要很勤力 如果你勤力的話 就要讀書學士 和選一間 比較認受性高些 就要很少 照計 殊路同歸 直至都回到大學 剛剛某間大學就收了他 所以希望家長 都不用因為他進不了大學 而窄怪 或者擔心他前度渺望 其實不用擔心 不用擔心 因為其實我很開心 聽到你們的溝通做得很好 原來你們這麼早已經開始 兩年前 已經開始注意到Francis 又和他商量一下 將來發展的路向是怎樣 但問題是 如果有些父母 他真的沒有時間 我敢說 有準備好 沒有準備 其實在放榜前後 幾張大報紙 都有很多廣告 甚至有很多路線圖給你 細心 第一就是了解一下自己的兒子 女兒的能力怎樣 方向怎樣 但我自己覺得 就算做事 都一樣可以 條路不錯 其實可以做兩年事 三年事 再讀書 或者讀一些比較 工作道向性 都可以 其實路有很多 自己走 我覺得家長千萬不要太過窄怪 因為其實入不了 原因是政府資助 賭金為止 不是太過窄 就不要窄怪 你只是覺得政府還未給那麼多資源 政府還可以做多很多資源 投放很多資源 如果家長在這個方向 兒女就不會覺得太大的壓力 繼續幫他進升 做事 都可以 因為考試不代表什麼 是 Francis 我也很替你開心 你能夠給到這麼好的意見 給你 譬如 當你當日有這個決定的時候 你怕不怕 回去跟爸爸媽媽說的時候 大家的意見有出入的時候 你怎樣處理 你有沒有想過 當時其實 不會怎樣 擔心 因為我都知道 父母是很支持我繼續讀書 即是工作上讀書 如果只有兩條大路 他們是很支持我 升學 還有他們在放榜之前 都給了很大信心 即是說 兒子 放心 爸爸知道你這兩年很勤力 讀得很辛苦 如果萬一未如理想 不要緊 去讀副學士 所以整個過程是很順利 是很順利 是嗎 其實你在這裏 你一直都說 你爸爸跟你有一個好好的溝通 亦都很支持你 其實在這裏 我們在我們的節目 年輕人 有些甚麼 的說話 去多謝爸爸媽媽對你 是否真的那份支持 是令到你這麼有信心 以及他們的鼓勵 是真的鞭拆到你上進呢 如果我在A-Level 幫不幫到我今天為止 這兩年多 多謝他們 他們只是在適當時 才會給我一點點壓力 其實站在我自己 是一個曾經讀副學士的學生 我自己是穿著自己的成績 但是 對一些很想升學 很有志升學 但又未讀到大學的學生 而言 如果對自己有信心 他讀副學士的時候 難免心情會低落 因為他們覺得 為何我這麼勤奮 人家這麼勤奮 為何我要屈奏在這裏 仍然拿不到一個學生 其實自己已經有 給自己一個壓力 而且自己心情已經不好過 如果父母再施加壓力 再落井下石 後果又不堪持上 是嗎 所以他們 我知道 其實自從我收到審訊 所謂的塵埃落定之後 我父母 即我父母已經跟我說過 其實 在我未收到審訊 他們是很擔心的 但他們從頭到尾都沒有問過我 是嗎 即從來我放學回來 就吃飯 聊天 甚至可能一起打球 那麼閒事就不要提讀書 即是要閒事都提讀書 就很辛苦 陳先生你很厲害 在適當的時候 才給中谷 我可能是一個 懶點的家長 我只要知道 我希望其他家長 用來參考 如果你太大壓力給子女 其實他很慘 因為他自己本身有同輩壓力 爭取成績壓力 爭取成績壓力 可能有少少 因為一級差少少 已經有點不甘 所以我的方向就是 不要理他 但是你給他一個方向就可以了 無謂而知 我希望其他家長都是 參考的方法 那些子女應該 一定是事半公會的讀書 這一定是 不太大壓力 反而是反效果 是嗎 你覺得是嗎 所以加上副學士 還要競爭這麼大 如果你給那麼大壓力 就真的濃巧反轉 是嗎 因為他比 達成績階級 收生的比例 是少了一半 即是說 不會比A級階級 A級階級收生 入八學 大概是五分之一 但是如果計算去 這個副學士 是少了一半 十分之一 所以他競爭這麼大 如果你還給那些無形壓力 那些子女 我覺得就不太好 好 今天很感謝兩位 給了很多的分享 我們 有八十後 不是的 應該九十後 九十後的分享 又一些我們的爸爸 一個很老的爸爸 不是的 就是爸爸 給了我們一些家長的分享 在這裡 然後我祝青年人 你們成績更進一步 多謝 下次見 拜拜 拜拜 向你誠意推薦 I Read I Read 是甚麼你 I Read 是一個公共出版服務 公共出版服務 主要服務非政府組織 公民社會組織 網民等等 將他們的書籍 刊物和博物等等 發成電子書 令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 iPad、iPhone 或其他手提電子裝置 觀看電子書內容 這就是I Read 隨時 是 有選擇 對 是 此時 有選擇 在這個調節